大家好 我是飞野骑士 已经很久没有玩弹弓了 今天我就是要出来玩弹弓的 请看那边 我们直接一点 进入今天的主题 打一拉罐 不过这几个一拉罐 并没有拆封 里面是有饮料的 这三罐饮料全是崭新的 所以今天我要把它摇一摇 充满了气体以后 再进行打击 有人说我这样很浪费 我不是土豪 不过这些饮料只是过期货 过期货都是 可以看见 都是2016年生产的 接近过期了 至少还有 两三个月就要过期了 所以打掉它一点也不可惜 当然尽管是过期货 我们也不能浪费 被弹弓打过的饮料 依然可以喝 一会我就要抢救一些饮料下来 把它喝下去 今天大概在 最少要在20米到30米外 打击这三个瓶子吧 设置前我要对这三个 装满泰山饮料的罐子 猛烈的油放 让它充满二氧化碳气体 增加罐子内的压力 这样在打击以后 效果更好 三罐饮料应该是不同的颜色 黄色黑色和透明 好了我想可以了 行了 这三罐饮料已经摆放好了 看见了吗 就在远处 大概25米外的地方 接近30米 今天要用的弹弓呢 还是这个扁皮筋弹弓 大概在 25米外 打击这三个饮料瓶 我们开始吧 废话不多说了 现在就要开始 从 从右往左吧 第一把 第一发是打那个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的瓶子 爆了 第二发是打那个七喜的瓶子 据说七喜也是百事可乐公司的 是吧 嗚呼 又爆了一个 第三个 每年打 来吧 呀 三连发全纵 相当漂亮 三连发全纵 之后 点 알 我们需要抢救一点饮料 不能浪费 抢救下来了这么一小杯饮料 三分之一杯都不到 三种饮料混合物 干了这杯过期货 来世在做中国人 味道不错 一点也没受影响 反而被打击过的饮料变得更甜美了 接下来还找点什么乐子呢 只好打空瓶子了 其实我发现空罐子也没什么好打的 找了一块肥皂洗衣皂打塌吧 把它打到千双百孔为止 20米外打击 天双百孔 太阳山大门 高峰山一呢 智一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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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肥皂被打成这样的怪东西了 相当可怕 密集恐惧症 我想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已经有点反应了吧 他毛都竖起来了 我是不会把肥皂再拿回去用的 它看起来像外星生物 太恶心了 天气太热了 我已经晒得满身汗了 所以现在打完了一拉罐和肥皂 我们要赶回家了 所以回去吃午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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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